今天咱们用庞头鱼做个烤鱼头 两指处用刀给它拦断 从中间破开 把里面的粘膜给它去净 把上花刀用葱姜 料酒 花椒面 胡椒粉 精盐 发芽腌制半个小时以上 将鱼头放在锡纸上 你把鱼泡放里烤 味道也很好 在鱼头上吃点油 防止粘连 上面再盖成锡纸 烤下190度 烤半个小时 按照屏幕表上的调料 咱们把这个酱汁兑出来 时间倒将鱼头取出 烤盘重新刷油 将鱼头放上 把酱料给它涂抹均匀 210度上下 再烤20分钟即可 时间到 撒点紫盐粉 都可以开吃了 谢谢观看